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我那个狗就是他捡给我的 那我那个狗就是你捡给我的呀 然后我刚认识的时候 你也没这样说呀 是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后来是就 就肆无忌惮了 这个万一发生了 人和狗争宠的时候 一般谁也 狗云 他还放过咬我 不是 我不是放狗咬他 是他有的时候动手动脚 比如他过来拍你一下干嘛 狗又不知道你要干嘛 我的狗我对他好 他肯定保护我呀 然后狗就不让他碰我呀 你比多暴力呀 你说狗都看不下去 对呀 我就是我就是平时 比如就我们俩的生活 就已经没有 他故意的 没有二人世界了 就有的时候我想 想跟他腻歪在一起 那狗就来了 那你多一只狗在旁边 也没怎么样 那不是多一只的问题 那狗爱腻着你也挺好的 关键不是多一只的问题 是多四五只的问题 家里就是动员 不是家 就是你变了呀 我没变啊 我从小学养 猫猫狗狗养到现在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养啊 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你就可以 你就接受了它们呀 而且我也跟你说过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养这些宠物啊 那为什么我们俩 这样长时间长了 你就要让我把它们送走呢 我那是因为影响 我们俩的生活 比如说一只 或者我最大的底线 就是两只 就还有一次 大概前一段时间吧 它养了一只狗 大概养了蛮长时间了 然后又生病去世了 它就不行了 它就受不了了 它居然还给狗办个葬礼 买了个棺材 然后不吃不喝三天 天天苦 它关心它不吃不喝 它拉着我一起不吃不喝 那你也没有少吃啊 我敢吃吗 我 你也没有少吃 我都偷着吃好吧 那真的吗 是不是 它还把我的衣服 和宠物穿的衣服 都放在一起洗 这是谁说的 你可以自己洗啊 是 我用洗机洗啊 我也没叫你洗啊 对不对 那你不能把宠物的衣服 和我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啊 那你放在那边 放一个礼拜都不是 比我狗的衣服还丑 你家狗上床吗 上 天天报着睡 就是床已经不是床 床没有我的位置 我有的时候就甚至睡地板 或者沙发 什么时候睡到地板了 我没睡过地板 夏天我没有睡过地板吗 那夏天地板上凉快啊 挺有意思的啊 即使这样你也不愿意离开 是吧 只是希望它改变 对吗 因为如果就是 就撇开这个宠物 我觉得我们看看 就其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就主要就一个 这个宠物的问题 所以就想让 想来这里 想要嘉宾老师 听明白了 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 亲 您自拍时 还要用美颜相机 来治盖你满脸的痘痘 等皮肤问题吗 想快速解决这些问题 找护肤老师 夏飞 他已经帮助上千位客户 成功解决 与痘痘等相关的问题 请记下他的微信 1361-55399 1361-55399 我说这个姑娘 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你养宠物可以 但是你的男朋友 向你提出的那些需求 你客观想一想 是不是 不是说对你有帮助啊 也不是对他有帮助 是不是对于你们的婚姻 有帮助 也许他提出的要求 可能你不高兴 但是如果你要去 接受他的建议 对你的婚姻就好了 婚姻是什么呢 婚姻就是一个房间 如果房间里温暖 大家都能受益 但如果房间非常冷 两个人都是 非常的不舒服的 好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阿姆老师 来 余老师 好 问一下这位先生 如果女朋友答应 把现在的猫和狗 送走一部分 只留下一个 应你的愿了 你觉得问题就解决了 对吗 是 错了 你想没想过 今天他能送走 还能接回来 尤其是万一 你要是对他一点不好 他马上就接回来 会接更多只回来 你考虑过没有啊 没有 那么其实猫猫狗 只是一个法码 你们俩之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想改变谁 和坚持自我的一个 原则性问题 他来了以后呢 希望因为你的到来 而有所改变 我从你们的感觉 包括他上台之后的 和猫狗 与你之间的对比 这几乎不可能 那另外一个呢 你也在思考 一个男人到你的家庭生活来了 他不仅仅是多了一个饲养员 也不仅仅是多了一个宠物 他是你的一个男人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应该要做一些适合婚姻的变化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我只能说他就是一个宠物 多了一个宠物而已 所以我这样认为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请两位三思 好吗 谢谢 胡老师 结婚之后 单住啊 还是跟婆婆一块住啊 单住 婆婆跟你一块住可以吗 可以啊 真的可以 你能容得下婆婆 跟你一块住 住那一满屋子的狗 应该他之前 他也跟他妈妈说过 说我养猫猫狗狗的 他家里人也不是 也不讨厌这些小动物 他们家没讨厌 那是因为 这个男性的工作做得不错 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父母 如果他把真实情况告诉他父母 你认为他妈妈 还会允许他跟你在一起吗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要找一个男朋友的话 他就要接受 我喜欢这些小动物 凭什么说爱你就一定要接受你的狗呢 那你爱他 是不是也应该接受他所有的要求 我们俩可以商量的啊 但我不可能 但问题是现在他受不了了 那如果接受不了可以分开 如果他接受不了你的狗 你今天就要分开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他已经把话料很明了 你要爱我就接受我的狗 你接受不了你就走 其实坦率的来说 我不认为他把这种所谓的条件 开出来 一定是他真正的底线 他在任性 都是你宠的 如果一个女人这样跟你说 如果你接受不了 我所要求的 我们就分开 我通常不认为 这个女人是爱你的 当然这个条件 不一定是狗 如果真的有爱的话 这个话不应该这样问 不应该说 你接受不了这个条件 我们就分开 应该说 其实我知道 这个条件 可能让你难以接受 但我们是否能够 慢慢地习惯的 这叫做谈爱 他那叫谈条件 以前 以往在这个舞台上 做过太多这样的素材 他这个习惯 一定是改不了的 他应该去找一个 跟他有同样习惯的人 喜欢狗的人 而你终于有一天 会忍无可忍 但是到那个时候 你该做的都做了 你该忍的也都忍了 到最后 你一不落好 二没有留恋 第三 你伤心 我也伤心 何不如今天尽早就走 让他去找一个 志同道合之人 我认为他也快乐 而你 只是今天暂时的悲伤 你千万要记住我的话 就这样 我就问一个 特别极端的一种选择方式 因为这大概是 在生活里面 我们经常会面对的 因为你要做这样的选择 猫 我先说啊 猫狗和人之间 没有矛盾的 对不对 所以 这是一个前提 下面你回答我这段问题 一定要在猫和狗之间 做一个选择 把他放在里面 你选谁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 我肯定会选他呀 你再说一遍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 我肯定会选他 为什么 但是我很爱我的宠 不是为什么 因为我很爱他 因为我也很喜欢他 这是你的补充一下 其实每次做到 类似于这样的话题的时候 其实到了最终 不是说逼着 一定要在猫狗和人之间 选择一个 其实到了后来 其实是在商量说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去爱 不管是爱人 还是爱动物 在能力范围之内去爱 那么你舒服 动物也舒服 坦率的来说 一个上班的人 是照顾不了那么多猫狗 其实他是很不舒服的 只是他不说 但后来 为什么要逼到人去选 一定要把 好像人跟猫狗之间 有矛盾一样 你必须去选 其实谁把他逼 这个问题逼上桌面的 往往是这些 不顾自己的能力 一昧地去爱 而且用这种爱 来绑架别人的人 才把这个问题 逼上了桌面 就像这个男程所说的 不是不养 在能力范围之内 养一只猫 一只狗 甚至是两只猫 两只狗都可以 人和猫狗之间 是可以和谐共处的 但前提条件 一彼此不伤爱 第二彼此有能力 去照顾对方 才去养 不是我们 我们这些理性的人 把这个东西 逼上桌面的 恰恰是你们 这些不理性的人 一昧地把这个问题 要逼上桌面 让我们逼着你去选 你一定要选猫狗 还是一定要选人 是你们在制造 这种矛盾 对 所以姑娘那件事情 我建议你是认真地想一想 是到了该梳理的时候 我从来不认为 人和这样的小动物的相处 是有矛盾 是有冲突的 其实没有 有的时候是往往 把它扩大化 把它片段化了 就像这件事情 按你的说法 在你的生活里 你们俩是很少有这种 共同去看电影啊 去咖啡馆的时间的 你更多的时间 是在伺候猫狗 如果说你伺候猫狗 是一种乐趣的话 我觉得无可厚非 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 伺候猫狗 可能让他觉得不好 因为恋爱的过程里面 你们才是主体 猫狗是从属的 所以我请你认真考虑 男生也是一样 真的爱就是要替 对方去想 包括爱猫 爱狗 爱小动物 如何平衡和关注 狗狗和男朋友之间 的关系 如何平衡 爱小动物 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 是你需要认真考虑 好了 剩下思考的 第二件事情 钱借不是方法 当然去银行贷款 是一个方法 49岁也不是不能贷款 你们应该去做一个规划 去做一个三年买房规划 在这三年当中 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节奏 去工作 去接什么样的活 夫妻两个怎么去配合 也应该有一个赚钱的一个规划 而且千万别比 人的痛苦都是比出来的 他们都买房了 他们家老公多好 他们怎么怎么 别比 自个儿跟自个儿十年前比 跟二十四年前比 已经很幸福了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陆老师 两个都是老实人 你们在场上 所有的行为表情 都说明了你们其实很相爱 生气是因为在乎 指责是因为妒忌 流眼泪是因为伤心 其实你们特别相爱 这以前有首歌 歌词是这样写的 说生活是一团麻 但也是麻绳拧成的花 生活是一根线 总有解不开的小疙瘩 生活是一条路 怎么可能没有坑坑洼洼 生活是一杯酒 饱含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生活当中就是有矛盾 有争吵 有甜蜜 有妒忌 那是生活的调味瓶 夫妻是什么 夫妻就是不管怎么吵 不管怎么闹 到头来谁还是离不开谁 还是一条心的要过下去 这就是夫妻 所以你们不知道你们彼此之间有多相爱 但是人总是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这个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总喜欢用幸福去比较 但患者言之如果要比较 那我就告诉你 有多少人比你更不幸福 所以我认为根本不是房子的事 你也就是来抱怨抱怨 那今天我们跟你说完了之后 你去比较比较生活当中的人 或者偶尔看看爱情保卫战以前的节目 你们就会知道 你们比他们要幸福多了 你们俩其实特别好 我们都特别羡慕你们 祝你们幸福 过去有那么一句话吗 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 不幸的家庭各的不幸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你会发现幸福的家庭 其实也各有各的这个幸福点 因此体现出的这个幸福感的东西 不太一样 有些人真的一套房子 让他觉得一辈子幸福 什么时候我能有套房子 是吧 哟 我有套房子 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 是不是 就是当你对一个东西特别痴迷 一定要想要要它的时候 你觉得那是你幸福全部的时候 你就拿一样东西出来换 拿你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出来换 你衡量一下你要不要换 你最宝贵的是啥 他 儿子 闺女 你拿一个出来换套房子 你换不换吗 不换 那谁重要啊 得了呗 一下就开心了 那怎么办 该怎么过怎么过 好了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吧 老王快 我值得你给我过了心心苦苦 过了二十多年了 我也没让你过上幸福生活 一直受苦 还尝试老生气 买房子的时候嘛 我那点工资你不是不知道 反正我是尽量想想办法 你给我点时间 对本人 你给我点到